程式开发出软体开发的这个工程师出身的 所以他帮你先录制好部分 你再来修改 所以有些哪些部分要修改我想你们要学的应该 比较多的是这个修改的技巧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 删除 当我今天 比如说我今天已经做了第一次 然后如果说我要再做第二次的话 旧的部分我必须要手动去删除 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在乱第一次的时候我先去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呢 检查一下如果里面工作表如果 大于1的话 就是一个以上没有表示了我要把后面删掉 所以呢我们的判断是 if if什么呢 if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快速分类前面 再多打一个什么 if 多打一个if 判断对不对 判断什么呢 总数 许词的 总数 大于1的话 表示2以上的话 那就怎样 就把后面都删掉 所以判断是 就是许词 刮 许词 点什么 康子还记得吧 许词点康子就是说 总数 大于1 所以 它其实就是物件 你就是很知道 许词就是工作表 点康就是 加总 大于1 如果它大于1的话 如果它大于1的话 N的衣服先打好了 我习惯是先把架构先打 如果呢 它大于1的话 那就把什么 把后面都删掉 那后面的都删掉怎么做呢 就是跑回圈嘛 那回圈怎么怎么写呢 就是 4 i 等于 第1个不要删 所以从2开始 2 到 2到多少 2到序子点康 就是总共有几个就删掉 管它几个100个也可以删100个 但是第1个不删 所以如果后面100个对 那就 第1个不删 就从2到100 全部删掉 所以其实就这么几行 啪啪啪啪 刚刚有没有很流畅的 我们不是要 换下一个类别对 它会把前面类别删掉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是 这个i等于序子 到序子点康 然后Enter 你会发现也是跟前面一样 然后呢 要怎么删呢 很简单嘛 就打一个序子 我要删的话就是序子 刮弧 给它一个i嘛 对不对 再刮弧 点什么呢 Delete不就好了 Delete 不过Delete不会自己跳出来 另外我不要让它跳出什么 Alern dialogue 不然 像这个地方 如果100个 你会发现它一直跳 是不是要删除 一直按确定 那很麻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Application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打一个Application 什么呢 点 什么呢 DIS 还记得 刚